今年11月8日 盛盖博谷水利局第二区董事进行改选 现任董事梁兆青寻求连任 呼吁选民投给他神圣一票 受访民众表示 梁兆青先生有24年水利局经验 又是华人代表 大家应该支持他做我们的代表 为鼓励更多亚裔参与选举投票 亚裔青年中心乐意帮助18岁以上亚裔 以成为公民者进行选民登记 以便参与今年大选年投票 尚未登记者可以前往盛盖博谷市亚裔青少年中心寻求帮助 他们乐意为大家服务 我们等你来登记 谢谢 Asian Media在蒙特利公园市的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